国土计划法 三年从调整 再起步 更稳固 冠二十二名民进党立法委员呼吁 将不到一年就要上路的国土计划法 延后施行 并做足地方沟通 那执政过程中 事实上并没有办法 可很有效的让乡亲理解 国土计划法未来 他所规划的 这个国家的一个土地的 一个整体的使用功能 他所表彰的一些权利义务 以及现在到底 我们的特定农业区 跟一般农业区 未来转化做农一跟农二的时候 他的权利义务有无变化 原本今年六月底 就是各县市提报 地方国土功能分区图的期限 但仍有九县市尚未缴交 当地县市首长各有疑虑 九阳地方部分党派 皆有延后施行声音 立委提出质疑 农地转换开发遭到限制 也认为政府对于农地等违建 没有作为 并提到国土计划相关的 十多不执法尚未公布 国土计划如其施行 恐怕将一团乱 内政部长刘世芳被问到中央民意代表 以及地方排山倒海要求延后施行 依旧强调会依法行政 并表示相关执法陆续公布中 而立委蔡逸宇则表示 不排除提国土计划延后的修法议案 向行政院喊话 能延后二到四年再实行 原期新闻阿斯卡瓦立法院南投竹山采访报道